火箭终于将安德森送到了太阳队,这笔交易对于火箭而言,无疑解决着招救以往的新病。 安德森的巨欧烂尾合同,将航天城在招揽巨星时,显得畏首畏尾,难以大战身手。如今总算送到太阳,就表明火箭名下,还有争夺巨星的资本。 而安德森在火箭的表现,实在难以令人满意,因此,更让这笔交易看上去稳赚不亏,安德森和梅尔洛换奈特和克里斯。 换言之,一个保守勾病的大前锋加别人球员,换来了优秀的替补组织者加潜力新人。 作为字母哥曾经的左党右帝,奈特是一名拥有机枪得分能力的控球后卫,虽然他时常成为的影帝,但不可否认他对球队的帮助。 作为11年8号秀,目前在NBA打了6个赛季,2017-18赛季报销。 职业生涯场均得到15.2本4.3助攻3.3篮板,投篮命中率为41.5%, 三分命中率为35.7%,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,他适合火箭对替股的角色。 他与麦恰威、戈登组成的外线攻击群,有着不亚于弱旅的首发外线,而克里斯更是火箭未来可能重点培养的青年才俊。 他在扣篮大赛中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。 新秀赛季82场常规赛离有75场受发,场均21.2分钟的上场时间内,得到9.2分4.2个篮板,0.7次助攻0.9个盖帽,44.9%投篮命中率,32.13分球命中率。 但无论他在第二个赛季,没能延续这样的尝试,表现平平,来到火箭之后,他的火力以及对于篮筐的冲击,都能进一步为火箭外线创造机会。 作为灵活性内线,如果他能够提高篮球智商以及意识,那他很有机会成为贾佩拉的合格替补,与周期共同竞争。 虽然在短期之内,克里斯无法为以重用,但仅就这笔交易来看,火箭肯定是稳赚不赔,以如此小的代价,换来了强力先人。 莫雷已经做到了最好,太阳在续约复刻之后,依然渴望得到巨星,因此有意创造先资空间,换来了安德森。 据沃森报道,安德森将作为球队首发打前方,多年来到受购病的他,将在给年轻人怎样的经验,改变环境后的他,能否努力完成自我救手。 这也令人期待,而反观火箭,通过一系列的操作,基本完成了惊吓自由市场上的全部任务,他们不仅得到了安德森,还将安德森到合同抛售出去。 这也就意味着航天城在未来几年,持续拥有挑战勇士的实力,下赛季的西部,或许火箭还是最有机会战胜勇士的球队。 在替补阵容火力与火力进一步提升的情况下,航天城未来可期,而作为中国球员的周期,能否成功上位,进入轮换阵容? 同样值得你我共同期待,文革自欺。